有很多缺點 有很多弱點 原來我很固定 如果我不去到極支 我不會放手 我都逼得學員很辛苦 同時我都逼得自己很辛苦 這樣下去都是一樣的 為什麼剛才進不到 剛才是我進不到 不是 三個都進不到 我不明白為什麼 練了這麼多次 應該已經變成肌肉記憶 沒辦法 坦白說我是有點失望 因為你們到現在 歌詞都不熟 你歌詞不熟 有這麼多走位 你掉得不到 不是 因為我看到他們的能力 我不捨得他們表演的時候 這麼輕易放過 當他們有機會的時候 不要這麼輕易放過這個機會 盡力去做好它 哪怕籌備時間再短也好 改到一顆音就改 跳舞準到多半拍就再準一點 是的 我在學員的表演中 看到自己的性格 看見自己 哇 原來我對自己也挺厭 不論贏還是輸都好 這個演出只得一次 我把我所有的能量灌注給你們 好好地感受 盡力去做好它 3 2 1 加油 我現在處理的是我學員的活生生的夢想 當真的有些學員 要在我手上留走的時候 我會覺得自己還未做得夠好 而令到他們 那個夢想的道路 可能就在那裡斷了 甚至是會覺得 好啦我已經試完這一次 我以後不要再重視娛樂圈的事情 怎樣可以令到他們 相信這個比賽 就算贏和輸都好 都不是那個 是一個終點 贏了羅第一 未必 我們見過這麼多選手比賽 有幾多個我們拿第一的人 但其實是 後來可能很短時間 就已經不見了 一定見過 所以不要著重那種 完了之後 是不是一定飛黃騰達 或者變成一個很紅的巨星 不要想這件事 反而想是這件事 有沒有去令到你 翌日接觸藝術 或者接觸表演這件事 有一個很強的根基 老爸是嫌的 但沒辦法 真的 嘩 這件事很老 他們說有一首歌 他們很喜歡 他們想用他們的版本 去演繹出來 對於我來說 我是收到了 如果改編的話 不如就 用Alfred的歌 他們重新寫一次 重新去寫一些melody 重新做編曲 他們自己做編曲 哇 我一聽的時候 哇 你們會不會太甜 即是他們 去到表演的時候 才跟我說 是當一份禮物送給我 我想我會記一輩子 我想我會記一輩子 內心是很感謝的 即是他們對我的 對我的 支持的力量 做導師很累 你們很厲害 很厲害 我原本是想著女團的家 可能大多數是日常 就是在YouTube上 遮掩一些韓團式的舞步 好好好 但原來不止 他們是想創立 他們自己的新世代 我慶幸是 我見證著這個時代的巨龍 好像轉了一格 他們有很多天馬行空的想法 然後他們用他們的音樂 用他們的舞步去表達 然後那個創作是很歡迎的 即是他們不是很主導 不是有一個人說 我主導一定要這樣做 他們是很包容 大家不如我們一起創作 是有刺激大家 一起去嘗試去做一些不同的事的想法 我也是近來才知道 原來他們一直在製作編曲 是其中有些學員 他們用手機 最基本的那些APP 做音樂的APP 砌出來 科技的發達 是造就了很多創作的可能性 而我覺得他們是 很靈活地運用現在科技帶給大家的方便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